郑律师你好 在今年的9月1日 美国总统川普跟加州州长 都分别通过了新政策 来规范房东跟房客之间的纠纷 那首先要请郑律师介绍一下 川普总统的新政策到底是什么 如果是有一个疫情的原因 可是有几个规定 第一个规定 你要有办法证明说 你有想办法去拿政府的福利 第二个规定就是 你要证明说 你不能付钱因为有疫情的原因 然后第三个规定 你要跟房东讲说 如果今天你把我赶走 我没有一个地方住 就几乎我变homeless 那这法律的话是到12月底 那这是影响全美国的 所以如果今天的话 你是没有超过这个 私人9万9千块的话 还是夫妻 是9万8千块的话 你有这个法律的保护 郑律师 那么加州州长纽森 所通过的租房刑法案 内容又是规范些什么 AB3088是讲说到 2月1号2021年 你不允许把你的房客赶走 从3月4号20年 到8月31号的20年 如果你签房东的钱 他不能把你赶走 OK 房东一定要到小儿法庭去告 那小儿法庭呢 是到明年3月1号才会开庭 明年3月1号 3月1号2021年 开庭才开始收理这个新的案子 如果你是从9月1号的话 20年到明年的1月31号 21年如果有欠房租的话 如果你在1月30号20年的时候 你付了25%欠的房租 那这个的话你就可以留在这里 那房东就不能把你赶走 那房东也是可以到小儿法庭 在3月1号21年的时候来告 继续请教郑律师 以前房东对于缴不出房租的房客 有三天的宽限期 那现在的新法 时间上是否比较宽松 一般赶房客在加州的话 是用一个三天的notice 三天的notice意思就是 我房东是通知房客 说你有欠这个钱 如果你在这个三天的时候 你没有付这个钱的话 那我就可以把你赶走 这个三天呢 是变成15天 15天 如果你房东 你已经给了一个三天的notice 你要重新再把这个15天 公开出来 还有呢 就提醒每一个房东 房东 你们不能把锁换掉 不能把店关掉 这个的话有很多人 他们现在在做 我现在有一个例子 在韩国城的话 房东给很多的房客 都把锁换掉 店关掉 这是个不合法的行为 这个AB3088 他做了更多的罚款 现在的罚款就是 如果你把房客锁换掉了 还是店关掉了 还是把他哄他 真的把他哄出来的话 罚款是100块一天 那现在有增加到1000到2500块 所以要提醒每一个人 关于现在有很多的 自己的个别的城市 有他自己的法律 关于港房客的话 这个AB3088 没有把这个 城市的法律打掉 所以你还是要通知你的城市 给他们联络 要看说哪一个控制 AB3088 还是你个人的城市 最后请教政律师 新法对于房东跟房客之间 还有什么样子的规范 AB3088是讲说 今天如果您有反驳的话 那房东就没有办法把你赶走 可是如果你没有反驳 那当然房东就可以把你赶走 你不要觉得说 AB3088是盖住全部的案子 房客不需要做一个反驳 就可以赢了 这个是一个错误的逻辑 你要知道在加州的话 虽然加州是都是 应该啦 都是照顾受害者 所以这种劳动的纠纷的话 加州是站在雇员 不是站在雇主这边 可是呢 关于赶房客的法庭 我发觉赶房客的法庭 在加州都是站在房东这边 所以因为这样子 虽然AB3088包括川普的法律 都有在保护每一个房客 可是如果今天房客的话 没有做一个反驳 我是觉得房东都会赢这个案子 所以你不要看到一个通知的时候 就不理 如果你不理的话 那个可能性你被赶走可能性很大 谢谢郑律师接受我们的视讯专访 在这边要提醒所有的房东跟房客 有任何法律的纠纷 一定要咨询专业的律师 才能保障自身的权益 那以上就是东森新闻团队 在洛杉矶的总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